代子上朝 这是山东孔府的一道名菜 代子上朝这个菜名的寓意是 孔府辈辈做官 代代上朝 勇为官府门第 世袭爵位不断 做这道菜 选料是鸽子一只 鸭子一只 酱油 葱 姜 花椒 八角 桂皮 味精 精盐 清汤 鸡油 料酒 白糖 湿淀粉 和花生油 动手制作的时候 从鸭子的脊背部开刀 再将鸭子的脊背开刀 用精盐 汇精 用精盐 味道 加入适量的酱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炒锅内加清油烧至七到八成热时 把鸭子放入锅中 待鸭子炸成枣红色时捞出 再将鸭子下入油锅内 同时也炸成枣红色捞出 将包好的料包 放入鸭子的腹内 用砂锅将鸭子和鸭子 装好 加入清汤 酱油 料酒 盐 味精 上小火炖 炖透以后捞出装入盘内 装盘的时候 注意摆放的造型 在炒勺内 加上底油 倒入鸭子的原汁 加入精盐 加入精盐 味精 料酒 调好口味 汤汤 汤汁烧开以后 加入湿淀粉 调成薄芡 淋上明油 将汤汁浇在鸭子和鸭子上面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 是给鸭子和鸭子 涂抹酱油和料酒的时候 一定要均匀 这道菜造型别致 特点是口味 咸鲜甜 酥烂鲜香 色泽酱红 别具风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